二四小時連鎖超商在宜蘭大同南山村開始營運 去年十二月底開張至今不到兩週時間 不但可以繳費 還有微波食品 店內應有盡有 最重要的是全天不打烊 當地居民都說好方便 連鎖超商帶給消費者便利 也間接改變消費習慣 但周遭店家叫苦連天 有店家反映生意因此掉了不少 不管是雜貨店 早餐店或是麵店 甚至是烤香腸的攤販 直說生意受到嚴重影響 部落小本經營者對上連鎖超商 內心滿是無奈 接著Muras 盧蘭大同 採訪報導 有很想看 因為剛剛用的事 這一刀 叫車側まで 軟移